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观众 也欢迎我们今天来的 现场的来宾观众 我们常说爱情无国界 我们也听说地球是凭着 大家交往的各国人士的 机会越来越多 但真的在爱情这点 我们真的是无国界之分吗 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跟您 导战这个话题 根据2008年台北市 主机处调查统计 每六对新人 就有一对是跨国婚姻 而且是每年逐步的增加 显示出异国恋情 越来越普遍 而日前发生了一个社会案件 却让我们秀出异国恋的一些隐忧 一名约旦级的男子 在台湾工作多年 不但把女性当作玩物 还暴力相向 恐吓虐待 甚至在网路上发表文章 扬言要睡进全台湾的女人 面对这样的事件 观众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我们将走向街头 进行我们的百人大调查 看到大家对于异国恋 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外国女生 身材会蛮好的样子 你会想要叫外国男朋友吗 要 她教我英文的话 喜欢台湾的男生吗 喜欢 为什么 觉得他们很可爱 如果你的小孩跟外国人交往 你赞成吗 不凡对 为什么 随便她 台湾女生的腿比较漂亮 异国恋中包含的文化差异 语言隔阂等等问题 当小孩真的交了外国对象 身为家长的你 会不担心吗 的确 异国婚姻可能需要更多的祝福 因为异国婚姻里面 它面临的必然是比本国的婚姻 有更多更多的挑战 也可能比较幸福 但也可能挑战比较多 今天晚上我们首先 我就请我们在场的年轻朋友们 回答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请问你会不会想要尝试 跟外国人来谈恋爱 愿意的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念头的 有这个想法的 请做答 我们到时候一般的同学们 都觉得很有 很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一号同学 你做了最近 我就先问你了 好不好 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因为从小就是有 那个中央媚外的心态 就觉得外国女生 很棒这样 电影女主角的情节 帮我们定一下 什么叫从小媚外 从小媚外 这句话是有点过分 就是我看到外国女生 我就会觉得说 就想要跟她有进一步的认识发展 这样子 你指的是进一步什么样子 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 当好朋友 可以一起研究功课 聊一些我生活中不懂的地方 还有他们的文化 文化 对 九号 你呢 鼻子比较挺啊 身材比较好 胸比较大吧 二十三号同学 你呢 我是自己本身 现在就是 有一个外国男朋友啊 那是因为我数次 尝试 就是要教台湾男朋友 就教不到 你看这种身材 就是不是台湾男生的菜 那既然外销顺利 那就继续下去吧 就是这样子 跟外国人交往 跟外国人交往在你的心中 你期待什么样子 最期待 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期待 就只是觉得说 看对眼的 那只是他刚好他就是外国人 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 一开始没有抱什么期待 十一号同学 你呢 我是几乎都是交外国男朋友 不过 等一下 但是因为台湾男生都不喜欢我 真的 真的 就是 他们都会觉得 我很有距离感之类的 然后就 我问你前面这位台湾男同学 你对他有距离感吗 呃 没有 你刚才可以自己说 你喜欢外国女生 台湾的我也喜欢 我想请教 我们在现场 的确有好几位是 来自于国外的朋友 十四号的 这位先生 你是哪一国人 美国 美国 美国人 刚刚我们谈到了 有年轻人喜欢跟外国人 谈恋爱 有这个想法 你觉得台湾人觉得 跟外国人愿意谈恋爱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只是单纯的恋爱 还是像刚刚 有人为了语言 为了文化 甚至为了一些身材 你觉得 你所接触台湾人的想法 最 什么样子 有这个一定是 因为要连起语言 交往 的确也是有很多 就是因为觉得对方 很漂亮或者帅 其中应该有很多 就是觉得 和个性有关系 和国际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交个外国朋友 比较新鲜 对 比较一个新奇的经验 我想请教我们的两性专家 陈寒女士 普遍来讲的话 究竟我们交外国朋友的 青年人的心理是什么 只是好奇新鲜 还是真的有一些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我们刚刚听到他们讲的这个 一些胸部腿的最多也只讲到语言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那么单纯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社会学里面说的 社会的变化 靠着social mobility 就是他的阶层的改变 自古以来 婚配他其实是一个阶级 跟经济 甚至还有点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家人看到一个孩子 交往外国朋友 其实他看到的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只有他的外貌 或者他的语言而已 其实他们自己大概不自觉 其实他们也是在做社会流动 刚刚你在问他们说 有意愿想要交外国男朋友 如果我可以举手的话 我也想举手 就我们那个年代太保守 那么我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有要求他们 你不可以第一次就谈恋爱成功 至少要七挑八选 古人不是已经有说过吗 而且我希望他能够 至少其中有一个是外国人 当然我的孩子不见得会听我的话 可是他们小的时候 我是这样要求 如果我自己从头来过一次 我想我不只交往一个 一国朋友 多几种 那个是非常棒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要问问 比较在这边的一些 比较家长们 我想请问他们 请你来跟我们一起作答 请问你觉得 你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 与外国人谈恋爱的 请作答 能够接受的 有十八位家长是愿意接受 来小孩子谈恋爱 二十二号呢 我小孩子是在那个德国餐厅在打工 所以他接触的外国人蛮多的 而且他是大学生 所以说语言上他会 英文方面或是语言他会进步很多 所以还好 他觉得说外国的文化 其实跟台湾很多不同 所以他还可以接受 二十六号的妈妈 有疑虑 有一点 你担心什么 担心他都到国外 不能跟他在一起 好 丽人 黄丽人 你是小时候也在国外长大吗 我是在国外长大的 所以小时候基本上 有很多外国朋友 很多外国朋友 可是 妈妈有担心吗 有 有担心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外国 外国的小孩子 非常的活泼和开通 我很怕自己的女儿 因为中国的小孩子 是比较单纯 然后跟他们交往的话 那么怕感情上面受伤 然后他们呢 就是感情 那个爱是常常说在嘴边上 我也很害怕 来得快去得快 这个女儿受伤 可是你把他带在国外的环境 你期待他怎么样 去国外的环境 再去找台湾人吗 我个人是非常的 很传统的 很传统 很传统的思想也是 我带到他们去的话 我都是希望都安排他们参加 中国人的社团的活动 所以基本上我妈妈 她比较反对我跟外国人交往 所以都会让我们参加很多 有中国人的聚会 或者是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是希望说我们把中文学好 把国语学好 这样的妈妈会不会加倍的辛苦 在国外了还要阻止 你跟外国人交往 幸好我们住在纽约 纽约的中国人还蛮多的 所以还好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 我都还没有机会 真正的跟外国人交往 你现在回想起来 妈妈的决定对不对 去在一个 已经在一个国外的地方 去阻止你跟外国人交往 只因为妈妈那些顾虑 我觉得这没有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我有遗憾 因为像爱妮姐说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多多 比较多的尝试会比较好 因为在人生这个经验 你可以经历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因为孝顺付出了代价 对 替妈妈的话 没有 因为我妈妈她常常会在旁边念 所以不知觉的 我就会觉得 我不能跟外国人交往 因为把外国人带回家的话 我妈妈一定不会喜欢 所以很可惜 我这边可不可以插一句嘴 俗话说 我觉得做父母的 要搞清楚 那个缘分呢 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下面还有一句话 夫妻是缘 良缘恶缘 无缘不合 儿女是债 讨债还债 无债不成 儿女 所以呢 你妈妈的做法 我真的觉得是 多此一举 庸子齐交往过的外国男友 多到数不清 你的交往 过去有交往很多的外国 异性的经验吗 有美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香港跟新加坡 你这回去是我的意思 Oh no 夫妻是缘 良缘恶缘 无缘不合 儿女是债 讨债还债 无债不成 儿女 所以呢 你妈妈的做法 我真的觉得是 也就是 你就让小孩去嘛 然后我告诉你 那个爱情本来就是来得去 这个来得及去得快 它就本来就是这个本质 而且呢 全球离婚率都很高 好 没关系 你就打着 反正就是 结了离 离了结 是这样子吧 你也有自己不少在国外 住的经验 像 像丽人妈妈 她们这种 反映的家长的心理 在国人是不是很常见 就是对外国人不信任 因为我在美国待过四年 对 我是外交官夫人 那 中国的父母 即便她的小孩在国外长大 他们还是很保守 然后呢一直希望他们还是跟中国人嫁娶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因为有些中国人表面上是黄的 他里面比白人还白 所以呢 就叫他们香蕉啦 所以呢 我是觉得那些妈妈只管就说 他的外表是黄的 就会比较好 其实呢 我真的要讲 我在美国看到的下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真的比白人还白 那我先要讲了 我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外国人 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就是美国人 那他的想法 或他受的教育都是在国外的 那今天他们回到台湾 他如果跟台湾的女孩子交往 算不算是一个外国人跟台湾人交往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很多的调诡 可是我们常常会从外表来决定一个人 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 还有就是在这边 好 我要补充一下 爱情的 他的本质 蘇本华讲得非常好 他是一个补偿作用 所以阶级差很远 差很大 种族差很大 然后呢 贫富阶层差很大 门不当户不对的 是最吸引人 所以呢 他们喜欢老外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 正因为这个落差 就是一个补偿作用 我们现在现场 我们今天就有好几位 就是目前正在中发展 恋情的外国朋友 不如我们来问问他们 他们自己的想法好了 我先从我这边 五号跟六号开始 五号你介绍一下 你旁边这一位是哪个国籍 你跟他交往多久 目前你们的关系今晚如何 他是从乌克兰来的 那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 隔壁学校认识的 然后因为隔壁学校 所以同一个生活圈 然后在夜市逛街的时候 没有位置 他就假借没有位置 来搭讪我 对 我现在交往一年半了 一年半 所以他是你一个很稳定的男朋友 是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将来 会有结婚的可能性 有 有 你求过婚了吗 我对他很认真 所以 很认真 对啊 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结婚 他每天都跟我求婚一次 不会 明天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还拒绝 要等他有钱一点 有精进能力再说啊 我上次来问你 有这么样一个外国朋友 他看起来是很显著 我们从外形好了 是个很外形很显著的外国 对你的感情的经营 有没有什么困难 其实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沟通方面真的 因为他的母语也不是英文 他的母语是俄语 俄语 然后我的英文也没有到很厉害 也没有在外国留过学 所以其实我们沟通 其实很多争吵 都会来自于语言的误解 可能有一些东西要讲得很深入 可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会吵起来 但你的心感还维持了一年多 那你就靠什么呢 靠 异国的吸引力啊 他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当然外形是外国人 比较特别一点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比较特别的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可爱 但他又很体贴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吸引我的地方 帅跟可爱 帅跟可爱 你旁边女朋友吸引你在哪 为什么 你喜欢他什么 我觉得他 他说话很可爱 还有很小 好笑 好笑 很好笑 对 好 还有因为她的身材比较瘦 这个 比较优雅 这个我要反驳一下 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其实像在座的人也是 台湾女生就算身材不像 像就是丽人姐这么瘦 只是其实对外国人来说 其实已经算很瘦 所以其实我在路上 其实就是路人的身材 但是他就已经觉得我身材很瘦很好了 五号的小姐 她这样骂后面很多人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要看后面还有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十四号 跟十五号对吧 十五号该你来介绍 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 那我们是经由朋友 约吃饭认识的 对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然后是经过那一次晚餐 才认识对方 所以你交过台湾男朋友吗 有 两个 所以你比较一下 跟台湾男朋友谈恋爱 跟一个外国人谈恋爱 长得也是一个很显著的外国人 有差别吗 有差别 可是我真的很想说的是 他中文很好 可是他 像我讲一句话 或是一段句子 他所有的文法智慧都懂 可是他不懂我的情绪 因为我们台湾 像中文有很多语助词 他听不懂那个语助词 譬如说 或是 我常常说 我常常说 你不要这样子 可是他希望我翻成英文 他听不懂那个 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 那时候我已经很生气 我没有时间 再跟他翻译英文 语言文化上的沟通的问题 有时候他听不懂 反正更好对不对 不是那是气更炸 不会做的 这边我要插一句 刚才他们都提到语言问题 恭喜你们 当你们不能用 语言正确的表达和沟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会讲出更伤人的话 可是反而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 跟一个台湾的男朋友 或丈夫沟通 因为双方在吵架的时候 常常说了不该说的话 那个话很可能 一辈子都伤的 所以你觉得 跟台湾女孩子谈恋爱 有没有很特别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认真 因为我们外国人 交往的方式是还蛮 我们有一些阶段 可能你会不清楚 我们到什么阶段 可能你那时候 还是可以跟别的女生 或是跟别的男生 约会 可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很清楚 我们在一起 我知道他在旁边 不会跟别的男生 那间约会和什么的 我蛮喜欢他这样 所以你觉得台湾男孩子 会比较自私一点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 是吗 好 有没有台湾男孩子 要回应一下的 比较单纯 我觉得台湾男孩子 比较单纯 因为在巴拉圭 比较什么 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 对啊 因为巴拉圭的男孩子 喜欢 巴拉圭的男孩子 喜欢同事跟其他的 女孩子交往 这边还有十一号跟十号 她是美国还有德国 还有什么 艾尔兰 艾尔兰跟台湾的混血 也许我们要花点时间 谈谈你的家庭 不管怎么样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大学的同学 大学同学 通识课 然后我去打算他 你追他 就是 没有那时候因为我是公官 然后我想要办脸仪 然后我就想说 哇这个 来了一定就OK啦 然后我就去跟他打算 等一下我看看 梓琪 你告诉我一下 你的交往 过去有交往很多的外国 异性的经验吗 有 美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香港跟新加坡 我已经大概五年没有认识 台湾男生 就跟台湾男生交往 大概五年了 你对国际事务很有情绝 对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自助旅行 然后我去年年底又去欧洲选美 就常一个人在自助旅行的时候 就像 就碰到了对眼的人就认识了 在路边认识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你对台湾男孩子没有交往 是因为你的生活经验 还是你根本对台湾男孩子没兴趣 我有跟台湾男生交往过 但是我以前会觉得 可能因为都是同才 因为我之前念书的时间比较多 那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讲 太过于不成熟 在想法上 而且他们比较不会尊重私人的空间 他们会去翻你的手机 翻你的信 去偷看你的email 对 可是外国人很注重私人领域的 比较不会 六号你觉得吗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只有交亏一个外国男朋友 十五号你呢 你觉得他形容对不对 形容台湾男孩子 比较不成熟 比较不懂得尊重 比较 是这样子吗 我同意 可是我觉得女生也会 更会插手机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我觉得是个文化上面的差别 因为像在国外 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那在国外真的 大家比较注重privacy 就是男生女生 就是即使结婚 像我朋友他们结婚了 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先生的password 可是在台湾就比较不一样 假如你不让你男朋友或先生知道 他们会想太多 所以大家就要有点互相 就不能有自己的空间 嗯 我们这边还就有一位 这个外国媳妇 在台湾的 二号你来自哪里 我是巴西人 巴西人 你的先生是台湾人 你不是在巴西认识的 是 然后现在在台湾居住 对吧 是 你觉得跟台湾男孩子 谈恋爱有什么不一样 最后结婚 你对台湾男孩子的形容怎么样 我觉得 通通不一样的 嗯 讲一讲 一开始跟他结婚了 他睡觉 他就是说 我炸给他 我没有办法睡觉 两个礼拜 因为我每次跟他说 我还不习惯了 跟你睡觉一起 因为你 大呼太 太那个什么 太大声吧 然后我跟他说 好 今天就是开始 你先等我睡觉 然后等一下你再睡觉 你睡觉好不好 因为他好 好 但是啊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是什么声音 他有时候 还是会这样子那个声音 哼哼哼 哼 哼 什么 我也会打呼 我也会打呼 我离婚的时候 我几个先生他们都睡不着 因为没有听到打呼声音 真的 这样你比我厉害 哪一国的男人都会打呼 真的 但是我老公才可怕 我想问一下子琪的妈妈 像她的 我们刚刚听一些家长 其实有些家长对外国 像你坐在旁边的丽儿妈 就是一个很保守的 不过你对于你的女儿 跟外国人的交往 你是 我是比较抱持那个坚决反对 你也反对 对对对 因为我的感觉上 我就觉得说 当然基本上就是说 沟通方面的问题嘛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 外国人好像很暴力 外国人很暴力 对对 让我的感觉啦 所以我就会担心说 看不到我女儿啊 如果万一 夫妻之间感情有什么摩擦的话 会不会被打 反乱暴力也很多啊 非常的多耶 可是我一般 我女儿交朋友 如果比较有感觉的话 我会都对她做一个身家调查 她如果说眼不通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做身家调查 可是你女儿不断的 都在跟外国人交往啊 可是她可能是故意的吧 那我不能对她做身家调查的话 就把她吓跑啊 你们两位家长 你是认为就是 她是认为 生要做中国人 死要做中国鬼 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基于一个 血脉的关系 考虑 我希望我的女儿是 嫁给一个中国人 你对外国人有歧视吗 不会吧 不是歧视 因为我个人就觉得 那个要有 语言上面要有沟通 我能够跟对方的 就是说她的男朋友 沟通问题 要沟通 那你就学英文啊 而我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 应该没问题吧 住那么久 但是你要深刻地了解的话 你了解那么多 这干嘛 女儿了解就好了 然后我还很担心 就是说 他们将来生的小孩子 把中国话都忘记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的话 这 妈妈 妈妈你要就换个女儿 还是你们两个换妈妈 对 施济青想跟丽人妈 和紫棋妈成为亲家 我觉得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把我们两个儿子 献上给他们两个 对 我希望我的女儿是嫁给一个中国人 你对外国人有歧视吗不会吧 不是 其实 因为我个人就觉得 那个要有 那个语言上面要有沟通 我能够跟对方的 就是说他的男朋友 沟通问题 要沟通 那你就学英文啊 而我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 应该没问题吧 住那么久 但是你要深刻地了解的话 你了解那么多 这干嘛 你女儿了解就好了 然后我还很担心 就说他们将来生的小孩子 把中国话都忘记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的话 搞不好那时候你就不在了 还是你们两个换妈妈 妈妈 我要跟你说 因为啊 其实我妈妈 我的舅舅她有七个女儿 那我七个表姐的老公 对 对 这个不怎么样耶 我跟你讲 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阿姨她大学 台大毕业 然后就到外国去留学 她也是嫁一个外国人 她要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民国大概 四十几年的时候 那更早 她写了十张信纸 因为她真的很爱那个外国人 她写了十张信纸给我外婆 她们还是答应让她结婚 到现在她们很幸福耶 我的表姐她们也是 可是我觉得让我妈妈 嚇到是 她就是全部的表姐的先生 都是外国人 然后小孩子生出来 都是外国的长相 我觉得我妈妈 有不好吗 不是 我也觉得很可爱啊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 会怕就不像 我后来的那个想法 完全理解了 完全理解了 我希望我的女儿的小孩子 都会讲中国话 我哥哥生了七个 我嫂子生七公主 她们是结婚 也都是很幸福 我觉得你很执着耶 是 我觉得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把我两个儿子 介绍给她们两个 就是 陈佩姐姐 第一个 你们两个女儿都很漂亮 那我的儿子非常英俊 然后呢 她们两个都是在国外长大 所以跟你们也会合 那然后会讲国语 然后又是黄皮肤 然后跟我也可以沟通来 那你们两位如果愿意 我们可以做亲家 谢谢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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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想要听到 这边妈妈们的这个心情 想要提醒各位 刚刚事端问的问题 就有玄机在里面 你问他们 想不想要异国恋 然后问他们 接不接受孩子异国恋 坦白讲 这不是你接不接受 根本她已经是进行事 台湾现在有四分之一的 新婚的人 通通都是外国的 我们好像忘记了 我们其实最大众的是 大陆跟东南亚 他们也算外国 然后你在澎湖的话 是二分之一的人 都是外籍婚姻 在某一个小岛的话 百分之百的人 全部都是异国婚姻 所以我觉得各位妈妈们 一定要了解 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 异国恋是进行事 而且比例非常高 而且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 异国恋生出来 小孩子的教育问题 那才是我们国家 未来的根本要考虑的话题 基本上 我们台湾的确如你讲的 现在很多的异国劫 有很多是来自于东南亚 我想现在东南亚 谈恋爱的也有很多了 不再可能是 那一个现象而已 现场的五号跟六号 我先看十二号 十二号你有个小朋友 是不是 你的先生是哪一国籍的 我先生是 美国人 美国人 你的跟他当初认识 谈恋爱的过程 在台湾吗 对 就是他 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他就一个人 背着行李从美国来到台湾 然后就走进了一间教会 那个教会 就是我从小长大的教会 然后我们认识交往之后三个月 就订婚 订婚完一个月就结婚 过了再两个月 我们就在教堂办正式的婚礼之后 隔天我们就一起飞到美国去这样子 这是一段迅速的一段恋爱的发展 现在这个你的女儿几岁了 两岁半 这是老二 我还有三个 老大四岁 所以你有没有交过台湾男朋友 有 之前有 不好吗 因为在我们交往结婚那段时间 我们都算年轻 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 我二十五岁 然后在我们准备结婚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都是很独立的 而且在筹备婚礼 还有各方面 他都是好像一个有担当的人 可是相较之下 台湾男生在那个年纪上 好像就会比较没有那样子的担当 支持他的说法 不够成熟吗 就会问家人很多事情 然后妈妈的意见 可能我交往对象 他们就是老妖的 然后就会以妈妈的意见为依规那样子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比较欣赏我先生的成熟 有没有可能是你交往对象是 他从国外来到台湾 本身他这段旅行的经验 就代表他也是一个比较会望发展的 他的家庭 他的经验能力 或他的交往 所以我们的台湾 很多男孩子 并没有那么好的出国经验 可是我在想 是因为他们的教育 就是孩子到十八岁 他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了 所以说 这种背包旅行的其实是很多 然后他们也被教导说 十八岁之后 你就是为你的人生 所以在你眼中 外国男孩子的独立心 有期来有自 家庭 对 我觉得是教育的环境 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交往过程中 你的父母亲的态度如何 那要问我妈妈在那边 但是 我觉得他是很支持 直接问妈妈 妈妈对他的这个 认识一个外国男朋友 然后那么快的结婚 在我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都对他非常的信任 所以那时候他就带 就是告诉我说 这样有一个朋友 他想要跟他交往 那我也对他有一些认识 跟观察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诚恳的 有他自己人生 又是一个非常满意的 丈母娘 对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从小 也是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从小是跟宣教 是一起长大的 所以呢 我每一个年龄成 我都跟外国人非常的密切 那我认识的美国人 他们都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仁慈 然后他们给我 非常好的印象 因为他们都 那你有什么话 可以告诉你前面 这两位妈妈 他们都非常反对 你要不要 你的心声传达给他们 他们为什么 沟通沟通一下 我想他的女婿 也是基督徒 然后他们从小 在教会长大 我自己本身是 基督教孤儿院养大的 那我从小是宣教士 把我抚养大 所以我对宣教士 就跟他一样 非常有好感 所以如果要维持异国婚姻 如果有宗教信仰 那这个婚姻 会比较容易 但是呢 因为这两位妈妈呢 我也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那因为呢 他们交往的是一般的老外 那我也要讲 就是说老外 我们刚刚都是开玩笑啦 说得这么好听 然后干什么 其实呢 有太多沟通的问题 文化语言 甚至包括饮食 我不要讲别的 我在美国碰过一个中国女人 她嫁给老外 后来她生病了 重感冒 她只想做一件事 喝稀饭吃酱瓜 可是她的老外丈夫完全不能了解 喝稀饭吃酱瓜 对她有什么意义 对 最后她打电话来给我 好 那我就只好去把稀饭煮好 酱瓜拿给她 后来这个婚姻结束了 结束的最大原因 并不是有任何不好 而是真的她很想念她的中国 Chinese food 稀饭跟酱瓜 对 就是一个稀饭跟酱瓜 就离婚 最后她决定 因为她想到她越老 她的口味会越偏向 但你还是支持异国婚姻的 基本上有你了解的这么多困难 因为我比较容易 是因为我的两个儿子 都是在国外长大 所以他们要娶老外的话 这个问题比较减少 可是如果今天我的儿子 是在台湾长大 或我女儿是在台湾 我会劝他们慎重 你对于我们的五号跟六号这对情侣 你对他们的祝福观察怎么样 你问他们什么叮咪 他是第一次交往对象 就是一个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们的这个婚姻或者是感情关系 印证了我刚刚讲 距离越远 这个乌克兰来的吸引力越大 但是我要讲 如果真的结婚以后 也因为他们地理上的距离 他们将来在心理上的距离 还是非常大 那双方有很可能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深入对方的那种文化 而最后觉得很空虚 你要不要再听 第二个咨询意见那边 不是 黎小艺 小艺老师 对你有很多的 请 其实我自己本身 在家里就发生过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因为像我爸 我爸他就曾经在 过年的时候围怒 然后当着亲戚 所有亲戚朋友面前 然后就跟 跟我说 如果你要跟一个外国人交往的话 那除非全台湾男人都死光了 不然的话 你就出去就不要再回台湾了 所以他的态度 跟我们的丽人妈 是有点类似的 是 是 是 很正式那个正统性 对 那你怎么来说服他们现在 其实我跟他说 因为他有在练中文了 我就是尽量让他能够在沟通方面 因为我爸其实他是传统的大男人 他希望可以跟台湾的女婿回娘家 他就算带个中国面具还是个外国人 所以你觉得你的婚姻将来 当然我们都祝福你 好不好 你觉得会不会有专家所形容的困难 我觉得会 所以我觉得唯一要 可能可以实现的方式是 他就是可能请他爸妈 也一起到台湾来住这样子 嗯 那今年应该 应该会来 你的爸妈不反对你 娶一位台湾女孩子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我觉得 每个父母 他们害怕他们 他们的小孩子 会住在 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的爸妈 比较保守 我觉得 因为 因为我的 我的妈妈说 她 她 可以想一下 会来台湾 住在台湾 她 她应该可以想 可是我觉得 她的 但你要她的妈妈爸爸去乌克兰住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那边还以为16号的朋友 16号 对 你旁边那位小朋友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女儿 女儿 她的爸爸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 所以你是跟她爸爸在台湾认识的 在台湾认识 在台湾认识 你们谈恋爱的过程 家长的态度怎么样 我其实我爸妈蛮感谢她的 怎么样 你很害怕我嫁不定 妈妈与阿兜 观念差很大 有请到外国人是 比较 比较好自然座 台湾人 他们在工作 比较 比较好像机器人 她的爸爸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 所以你是跟她爸爸在台湾认识的 在台湾认识 在台湾认识 你们谈恋爱的过程 家长的态度怎么样 其实我爸妈蛮感谢她的 怎么样 因为很害怕我嫁不掉 嫁不掉又吃太多是吧 我太会吃了 对 所以那时候 你没有交过台湾男朋友吗 没有 你觉得这样交得到台湾男朋友吗 说真的 所以这位男朋友 这位你现在丈夫 对你非常好 很好 然后你觉得 作为一对 在台湾的中英联姻的夫妻 生活上有没有什么 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生活习惯上 像她 我们就是习惯晚上 睡到前洗澡 之类的 他们都是早上起来才洗 还有洗碗筷的时候 他们不沖水 你觉得没有办法习惯 他们就直接洗完 泡泡这样晾在旁边 你那个英国人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蛮怪怪的 我觉得很怪 刚好多也讲到 文化上差异 语言上差异 甚至将来要搬到英国去住 你们都没有这些问题吗 我去了那边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受不了 我想回台湾 但是对啊 我先生就劝我说 再 just try harder 所以我就一直试一试 那现在有个 这么宝贝女儿 可爱女儿 所以 就继续在那里 嗯 其实幸福 你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啦 我们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家长们 呃 当然我们刚刚知道了 请问家长们 你会不会接受一位 其实我这个问题 我可以 我妈跟自己妈 可以不要做答的 因为自然答案 请问你能够接受 外国女婿或媳妇的 请回答 能接受的 有二十位能够接受 我们先分享 十一号的妈妈 嗯 我再问一下十三号妈妈 十三号妈妈 你也是绝对说不能接受的吗 我觉得说还是不要好 嗯 嗯 嗯 因为那个外国人齁 他们的生活习惯 跟我们不一样 嗯 尤其那外国人是比较 比较好自然说 我们台湾人齁 都比较勤劳 如果嫁到外国去 还是娶外国老婆的时候 那你认真的赚钱 一直赚 赚到后来 有钱了 老公说 我们两个性情不合 离婚吧 那你就打包袱回家 十三号妈 我劝你不要当外交部长 真的 可是你只会惹来国际的大的问题 这个 我想问到现场的外国人好了 台湾人 你感觉到 无论大人或者家长 有没有对外国人 有一些错误的印象 我想从六号开始 错误的 比如说 有人觉得外国人生活很随便 或者就是 有没有错误的 我觉得 台湾人 他们在工作 比较 比较好像机器人 比较 因为我的女朋友 她以前有工作 然后她到很晚 工作得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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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没有比较晚 所以 我 我有点生气 因为 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 对外国人的印象有错误的 有没有 我们对你有什么成见 你有感觉到 对外国人有没有 没有 应该没有 好 这台湾人太勤奋工作了 我也觉得那样子 因为 我想 台湾人 想太 想太多 努力工作 一直努力工作工作 赚钱 就一直把有一点钱 用 不够用 不够用 可是我们那边就不一样啊 我们比较总是生活 多跟家人在一起 放假那边比较多 我不会跟台湾那么小 好像一年只有三次而已 我们那边只 一年有十二天的放假 可是 十二次 可是不是十二天 大概是二十 生活的平衡享受 对啊 我也觉得 因为我 我是巴西人 巴拿尔的国家很热情 那我老公 上班很晚回到家 他没有办法说说我 他没有办法别我啊 没有办法别小孩啊 那我每次跟他说 那我跟你嫁给你什么样 那你没有办法 结果我每次说 很累很累 回家睡觉 都没有带我们出去玩 都很少啊 那我今天 查给你干嘛 就是照顾小孩而已 那我也要 我还年轻 我也要出去玩啊 不要想太多 他说 干嘛出去玩啊 出去玩都是 花钱啊 花钱啊 那我跟他说 你想太多吧 那今天就是今天 明天就是明天 我觉得 哎呦 不要想太多吧 快乐一点 高兴天就好了 对不对 今天可以 赶快我们去干嘛 要等明天 生病的时候 死掉了都没有啦 对不对 我就接着车 不好意思 谢谢 你说这样就不对 像我儿子 他们就每天工作很辛苦 但是星期五 他晚上小孩子都回来了 就带着老婆 就要开着车到 到那个去露營 就跟人家那个车队去露營 到星期日晚上才回家 他们每个礼拜都过这样的生活 过得也很那个 不是像你们想的说 中国人都怎么样 没有没有 你儿子比较想得开 他先生想不开 对 我的先生 他想就是 好像五十年以前 不要出去 不要去 不要花钱 现在没有五十年前 现在大家都是很自由 对啊 但是每个人想法 不一样的 对不对 现在已经灌国联军了 灌国联军 对 刚刚有位妈妈说到外国人 好吃懒做 可能是有点严重 但是的确外国他们 比较注重家庭生活 以及休闲的娱乐 因为我不会讲话 所以表现得不当 对 可能是 那你收回了嘛 的确 对 让外国朋友安心多了 收回了 现场就立刻收回 因为我先生他就会很注重 家庭的旅游 然后还有带孩子一起出去玩 这样的时间 甚至是长时间旅游 所以他们对于家庭价值观 你重视可能很超过一些 而且下班 五点一定打烊 下班回家 就跟家人在一起 商店全部都关门 六点以前 整条街都是按的了 就是 我就说他们不想赚钱吗 可是他们 我先生说 干嘛要浪费 家庭的时间去赚钱 所以我想 这观念上不同 这边我要替台湾讲几句话 美国的负税很重 欧洲更重 他们的社会福利很好 生老病死都有政府照顾 所以不需要那么辛苦赚钱 可是我们台湾社会福利 除了健保以外 很糟糕 所以台湾人才会那么努力 其实我们政府该做的是 向欧美看齐有好的一个老人年金制 让台湾人不要这么辛苦工作 其实这是跟社会有关系 真的的确 妈妈 我没什么意思 我很同意她这样讲 我在德国读书 不是读书 就是我去德国 我先生叫我去 然后我在那边读了半年的书 大概下课五点钟 百货公司就几乎真的要关了 所以那边的生活 其实我是不习惯的 住了半年我就回来了 与其我们来谈外国婚姻如何 其实来讲 应该是任何婚姻都一样 外国人或台湾人都一样 每个婚姻都有 不一样 德国人吃Potato 吃那个马铃薯 我们台湾人吃米 那在那边也买不到台湾的米 就买泰国米 老实讲吃也不是很习惯 所以异国婚姻来讲的话 有很多的生活问题 要去思考 也有很多的语言问题要思考 但谈到感情的本身来讲 他跟任何的爱情经营有不一样吗 我想请问那个最爱宁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教会的朋友 提到他们对于勤劳不勤劳 其实婚姻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婚姻三合土 其中一个是叫价值观 我们年轻人在婚前都在看身高体型 星座血型 可是真正相处的时候 是两个人的价值观结不结合 如果这两个人都喜欢就是 很悠哉悠哉的享受家居生活 那么他们即使是不同国籍的 也会一拍即合 所以我不会特别看坏 但是我其实也有点看好 一国恋情跟婚姻 那大部分人有时候很冲动 就结了婚 可是要跟一个外国人 不管是大陆还是东南亚 还是说那个欧美的人结婚 他一定经过自己的天人交战的考虑 所以他如果考虑过了 他还要走下去 其实我比较看好 这样子挣扎过做的选择 所以我有点看好 我们来听几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们 或者你们的另一半告诉我们 一国的恋爱或一国婚姻 有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谈了很多 有人担心 真的好处是吗 我觉得有两个人谈恋爱 然后有一个想远距离的情况 或是有问题是 是不是有一方要搬到别人的国家 那你可以看清楚 这个人要为我付多少的薪 所以比如说就是先 我们有分开一年的时间 然后他先来纽约教我 那时候工作 他没有什么工作的发展 那我那时候工作很好 可是我为他就放弃了 我们一起搬回台湾 我觉得如果你要有一个关系 你要成功 那你一定要把就是事业放第二 那第一就是保持那个关系这样子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青年朋友们 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能不能够接受一国婚姻 我们的看法 请回答你能接受的 请作答 十一队的接受 还是有些 有可能 我再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家长们 刚刚我们就问过了 你能不能够接受你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有娶一个外国媳妇 或者是娶嫁给外国人 但我突然问说 经过我们这一个钟头讨论之后 你现在是不是能够比较更能接受 一国婚姻 愿意接受的 请作答 提取证明 一国婚姻在台湾注定好像要比较困难 走一条困难的路吗 爸爸你觉得 真的很可怜 想一想真的很可怜 那些嫁到台湾来 那些人真的好像被很多人反对 我觉得其实还是 做父母的其实都会希望自己的 不管是女婿还是媳妇 可以沟通的很良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沟通 可是我觉得跟国籍上面的关系 没有绝对性 我不觉得那么辛苦 因为我来台湾 刚来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不适应的 不适应 可是我也比较 我的性格也比较保守 所以不会太难 原因也不是一个问题 爱情最重要 爱情最重要 我们请问两位漂亮的女士们 向来 丽人 虽然妈妈反对 有没有可能还是会找一个外国朋友 向来谈个恋爱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会觉得 这都只是外表 因为只是外表长得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的个性 会决定 两个人会不会适合在一起 我也是相同的看法 因为我妈妈最担心的就是 他觉得他会跟我未来的老公可能不能沟通 那我觉得我会尽我的力量去教他中文 或是逼迫我妈妈去学英文 对 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沟通 跟更好的一些context 我会跟我妈妈讲说 我觉得这个人很好 就一直在我妈咪前讲我男朋友的好话 对 看起来我们年轻一代 反而更有常识的勇气 反而是老人家一代 也许是基于你们的生活经验 也许是年长者的智慧 反而觉得年轻人要多考虑 很多除了情感以外的一些问题 那我是没智慧了 有智慧 有智慧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台湾的离婚率 在最近几年 已经成为全球最高了 如果 这个本国的婚姻沟通量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呢 很多最后还会回归到原点 其实是跟那个人的本质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那个人本身是很好的 那 其实非观国际 非观文化 所以我想 这个无观国籍 好 比较关于人的本质 任何一场爱情都是如此 国籍不重要 对 那个人的本质更重要 而家长跟子女们的 在问题上 的确也是可以沟通的 只要选对人 哪一场爱情都很可贵 选错了人 哪一场爱情 可能都会最后要付出代价 谢谢今天的来宾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